準備 三 二 一 請投出 好球 哇 非常的準喔 來 我們請我們的志剛來一起到前面 其實滿緊張的 我到現在還在喘 就是覺得怕自己開不好 然後會被笑 對對對 當然好險 我一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 嗯 開得很好 所以就覺得 嗯 傷心 好 給志余打個75好了 終上 25分是 如果未來還有開球機會的話 然後就可以給志余往上架 我自己覺得狀態不錯 可是有幾球就是歪掉了 然後就那時候想 哇 這麼歪 等一下上場如果歪掉怎麼辦 是不是很好笑 居然投個球都會累 對 我剛剛有 就是 屏住氣息的那種感覺 我注意不到他緊張 我覺得他很熟練耶 就是他很宜蘭自得的那種感覺 就像我就是 我緊張的時候會一直 就是這種 小舵步這樣 想說 天啊 他走上來怎麼一副好像很無味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其實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站在場邊 你就會有那種非常的忐忑突然 那種 等一下我站到場上我要站哪 我是要站主持人的左邊 還是站在他右邊 那等一下那個 我應該要跟他們做什麼樣子的互動 我應該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和他們說話 我要不要跟大家揮手 就是 腦子一直在彩排這些東西 那站到場上我就會覺得 算了 自然就好 大家好 我是蕾拉 歡迎 他說他一直很想來 但是因為他要付小孩所以沒辦法 然後他其實是很愛看棒球的 他就是棒球的始終粉絲 有機會的話可以啊 因為他如果這麼喜歡的話 也許我們也很常來台中玩嘛 或許可以來一起看個比賽 也很不錯 可惜 吸收 放